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她出到一半喔 她去回家處理這個事情 但那一天喔 結果妳就回了 擦乾眼淚就繼續主持 不覺得她那件事情處理得不好嗎 愛的節目也沒有事 對啊 愛的節目 因為她太愛她媽媽 然後還有她的小孩 因為有這樣的愛擋住她 還有很多牽掛 使得她沒有辦法 是… 如她手錶 你為什麼今年才跟我講這個話 對 怎麼突然掉白了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 今天現場來了非常多 非常了不起的來賓 哪裡了不起 了不起… 都是爸爸的好朋友 什麼行客業 不是 爸爸你不懂 哪裡了不起 苦林老師這個有了不起 面對人生的困難 不斷的在往上爬… 了不起 因為她提供的不是一個成功的經驗 而是一個失敗的道理 你怎麼知道講人家 歡迎龔老師 歡迎 對… 我講這個話是不是 沒有錯… 我有一次他們邀我去演講 結果他們說憲哥你這個 要講成功術 因為他們都是大企業老闆 抵達巔峰 各位 今天我要來講的 剛好就是你沒有的 沒有的 什麼… 失敗的經驗 先講失敗 嚇嚇大家 那一堂課他們太感動了 夠 因為 不要生氣… Tibo啦 你 只有敵感耶… 這個家門不行 我是怕你時間不夠 我的… 沒有是 對不起 失敗的經驗 這個有了不起 付威 歡迎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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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跟我是李承 我們是歌靈唱片公司的同事 真的 這麼久以前了 師兄 再來這位就沒什麼好講了 歡迎… 再上歡迎許長德大哥 許沒有跟曾彈德兄 她寫過很多歌 真的不得了 因為翹起 常常看到說這首歌怎麼聽了會哭 去看就知道是她的作品 是非常厲害 了不起 好…再來這位我就不知道妳要怎麼講 她自己想辦法嗎 算是藝能界 唯一一位跟小沙迷交往過 好… 好… 下一位 下一位 歡迎Party老師 嗨 先生好… 她太厲害 她現在這個直播已經變成一個事業 對 有事沒事就開一個 直播教人家健身 一個直播上面幾十萬人 對… 然後每一個大家都擺在那邊家裡 她擺她還弄這樣 對 我們這個健康的事業裡面 我們也造就了不少賤人 對 每一個都非常的健康 健康的人 對 健康的人 對 用字 潛質要很小心 今天這個旁邊有個可愛的沙發 有沒有 是的 感覺像按摩椅 是不是來聊一下 這一個人在妳心目當中 因為肯定是一個巨匠級的 他們有共同朋友 許玲大哥 來…您說 來 肯定啥關係 15年前我就不看好妳的婚姻了 這麼久以前 這位15年前妳就不看好她的婚姻 你有跟他說過嗎 不看好她的婚姻這件 沒有 妳這是馬後炮 但是我後來有想辦法挽救她的婚姻 有想辦法 救不起來 我跟他說 我那時候在馬祖的東局 我說你們現在處得不太好 你們全家到馬祖來 我帶你們去玩 全家出遊 他說妳是說我跟我兩個小孩 還有我媽媽嗎 天啊 對 已經秉除在外了 對 所以我就知道 事不可挽回 原來是這樣子 對這個想聊 富威一句話 婚變之後個性大變的人 不是… 不是大變 是改變的變 個性巨大改變 對… 巨大的改變 一般一個巨大的感情的變故 更不用說婚姻嘛 對啊 確實會讓一個人改變 性格也是 整個個性翻轉 巨大改變 對 一句話形容 就是以前我最怕她有一個畫面 就是她每次要講一些道理的時候 想要把人家辯論過去的時候 那個嘴唇就突然變成水餃皮一樣 那麼薄… 了解… 講得真的 天天妳跟她什麼關係 硬要接通道 沒有…真的 我不是受邀來的 我要講這個形容詞 算是比較有深度一點 她在我心裡就是一個傻B 傻A的妹妹 因為這個也很好嗎 妳講得這樣也很好嗎 這樣有深度嗎 但是她看起來永遠是聰明 絕頂的樣子 可是妳跟她相處之後 妳就會覺得其實她就是一個傻B 傻乎乎來的 OK 好 潘若迪老師 這個人是極度自戀 竟然可以極度自戀 對 她是極度自戀 是傻乎乎 該不會也是天秤座吧 沒有人 不是天秤座 我已經知道她是誰 我先猜好了 好 你猜 我一講出來 妳沒聽說太猜得太精準了 妳每次都衣服很會的樣子 再猜 她應該就是 真的 真的 女的就是 就是啦 就是男的啊 奇怪 後面施工的 母的 女的啦 女的 母的 然後有妳們自己的 來 一起來歡迎我們大來賓出場 歡迎 謝謝 歡迎 十二… 歡迎… 請 嗨 嗨 嗨 好 出書了 姐姐好 小孩都這麼大了 來聊聊天 剛剛確實就是在聊到就是 婚姻讓一個人有所改變 對 然後這個當然妳的那段婚姻 大家一見面 我以為今天這個是不能聊的 沒想到妳是什麼都可以聊 好像OK了 都可以說了 對 我們談點未來好不好 談點未來啦 對 那妳跟鄭鴻怡會在一起 今天就開誠不公平告訴大家 妳們做那個節目 新聞 我覺得很好… 這個做很久了 妳在這個連後聽到這一段話 妳心情是不是感觸很多 所以我就很懷疑 我的公關到底怎麼處理的 不是都有送東西了嗎 我跟你講送是沒有用的 聽得下去嗎 會生氣 因為那時候我跟她做一個節目 你知道美人人是很nice的 通常說你啊 親愛的啊 對 非常的討人喜歡 可是我聽到她接一個電話 妳搞什麼東西啊 妳快點 在電話上嗆碼 對 非常的不… 這個是對她先生 對 所以那時候我心裡面 其實我一直沒有跟美人講 我那時候心裡面隱隱一動就說 怎麼會這樣 這樣好像沒什麼好 如果你是她老公 妳也受不了 我認為天下老公沒有受得了的 而且我覺得所有的 在職場上有工作 而且工作得也不錯的女生 可以把我這段話聽進去 因為我們會產生一種迷思 就是說我們可能在職場上很辛苦 可是我們有小女人的那一面 我們需要被呵護 可是各位我們有個簡單的邏輯問一下 你在工作時間長 還是在家裡的時間長 如果你一個事業很打拚的女生 應該是工作 工作 OK 所以你工作時間這麼長 你不可能用小女人的心態 把一個場面Hold住的 所以你自然而然 你會在你的工作場合裡面 形成叫做 要鎮壓得住全場 你會有一個女王氣場 但是 我跟你握個手 你怎麼 人家就不要跟你握手啊 不是…因為我不一樣 你不是已婚了嗎 天王的氣場 哈囉… 哈囉… 還是取錯人是不是 剛剛她講這一段話 我心裡面是真的感動 原因為什麼 我還沒講重點耶 因為… 妳不需要講重點 真的已經了解自己了 真的嗎 我太感動了… 所以呢 當你回到家 回到你的親密關係的這個 環境裡面的時候 你的女王氣場 並沒有一個off的一個儀式 你要把它off掉 沒有關機 在你身邊的人 他是在你這樣的氣場裡面 是沒有辦法自在的 他也沒有辦法給你你要的 像一個小女人般被呵護的 那樣子的一個回應 所以呢 你回到家 一定要有一個儀式 什麼樣的儀式 撒米 是你的儀式 然後撒鹽巴 耳環是你的儀式 甚至於拿掉一個戒指 是你的儀式 你一定要給自己做一個儀式 這個儀式做完之後 你要把那個女王氣場 轉換過來 你沒有講出來 對 應該拿掉胸罩 什麼最重要的 對 我以為大哥 你是一個大文豪 在我心裡面拿到胸罩 那是一種心理的放鬆 是嗎 因為你這邊沉緊嘛 結果男人脫領在身邊 都還以為自己會文學家應該 因為他們兩個算文學界的 你知道嗎 沒想到比我們更不正經 你不管脫掉什麼 你找到你的儀式 然後你一定要把這個女王氣場 好掉 走進來的時候遇到美人 然後我們就聊了一句 她跟我說了一句話 她說她20年前就不看好你的婚 比你快五年喔 多了五年的時間喔 這才叫仙劍之明 她剛剛這個回答 有什麼時候幫我扛一些嘛 我肩上扛太多 沒有 她還不是也離掉 我還在講你對不對 還有什麼話你想對她說的 好朋友忠言逆耳 其實她…嚴格講 我是一直認為她是個男人 她是有男人的靈魂 所以她為什麼能夠在事業 做得那麼成功 因為男人那一套她都不怕 到來見網 道光見影都OK 那個是能力 對 但是問題是 所以如果要講她的問題 她的婚姻的問題 不能講婚姻 她的這個事情的問題 有一件事 如果把她當男的 他們家就是婆媳問題而已 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對 是… 但是我覺得她很 但是她的這個男性的好情 也讓我非常感動 因為妳說我跟她是好朋友 我們兩個人這輩子只吃過一次飯 那怎麼會交情很好 對 我們幾乎沒有什麼交情 但是我們彼此知道 對方最大的秘密 真的啊 對 她把她最大的秘密告訴我 我也告訴她 妳總不能只是防守好不好 直接 攻擊才是最好的防守 攻破場所 她最大的秘密是什麼 分享… 分享一下 我們保護妳 妳覺得她有嗎 如果她攻擊妳就哭 這是一種恐怖平衡 因為如果她講我的 我就會講她 妳講才好 所以我們兩個就是每二兩國 我們都不會丟合子彈 這個就叫互相有把柄 我覺得應該…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就是說 我相信就是說 我如果有個什麼…狀況的話 我把苦鈴拜託 也搞不好百分之百達成這樣就對了 OK 就是一種信任 苦鈴持安的購買 余美人感恩在心頭 其實如果我們要讓我們的婚姻 的關係更進步一點 我們大家以後不要去依賴這個框架 我記得她那件事情處理得多 對啊 因為她太愛她媽媽 然後還有她的小 難道你認為余美人這種事情 處理不好嗎 不是 因為…有這樣的愛擋住她 還有很多牽掛 使得她沒有辦法 是… 如她手錶 你為什麼今年才跟我講這個話 對 對 妳還真的是 妳就知道我可以愛妳多久 怎麼出來要來啦 但是她真的是非常的仗義 就是說我講這個 余美人了不起的一點就好 那時候她有 因為只有她跟我有聯絡 她有時沒事就問我要不要上電視 我就說不要嘛 因為我一遭被蛇咬嘛 就覺得太怕了 結果你們兩位都被台灣的媒體給害了 不能說害 台灣媒體就是我不怕而已 為什麼 因為 為什麼 我因為 我們想知道啊 交一下好了… 為什麼你不怕 因為我知道他們的罩門在哪裡嘛 可是重點說 我不覺得媒體是害我們 大家也是呼應口飯吃 敗演媒體成員 為什麼 又來了 妳們聊妳們的沒關係 然後她找我要上電視 我一直推遲 然後後來有一次她又來 沒事就問 我就剛好捐了十萬塊 給黃岳瑞老師做的中途媽媽 那個未婚媽媽的中途之家 是 我捐了十萬我就跟每人說 這樣啦 我故意刁難她 我說如果妳也捐十萬 我就去上妳的節目 對 結果就怎麼了 她說我捐一百萬 妳來上十次 我跟你講 所以這一點是很 妳比她偉大太多 好有獲利喔 她捐給未婚媽媽之家 因為有些樓子是她捅下來的 黃岳瑞老師這樣講 睡太久了啦 她不捅樓子已經很久了 對啊 很多人對美人還有一種 不公平的地方 除了她的強勢之外 就是因為她很有錢 很愛錢 很會賺錢 刻板印象 在我們社會也有仇富的心態 妳就這樣好賺 還跟人家賺錢 就我覺得她不愛錢 她愛的是工作 對 而且那個努力 那個成就 所以你看嘛 對 要她捐十萬她可以捐一百萬 而且這事情我不講沒有人知道 而且更大的就是說 她要鼓勵我出來 是… 做朋友是這樣做 這麼多朋友 我一百萬你給我出來十次 所以這種 君子是叫蛋如水 小人之叫甜如蜜 還有那種每天混在一起 互相接送什麼的 還到他家裡 陪他家裡保母泡澡的 所以這種大概不是真的 真的 用想的就害怕 垃圾… OK了 所以妳當時後來就真的為了她 我覺得這樣子 她也該出來了啦 因為十年了 對不對 然後而且我偶爾也陷害到她 因為當時她對外界的聯絡 大概只有我 每個人要知道苦鈴在哪裡 我就說文師采要去 只在此山中 當時是妳不對 妳應該會去問日本的金銀之神 馬上就找到她 為什麼 問她 松下信之助 原師采愛師 不要再扯別人來了好嗎 所以我還害過她一次 她就說美人你給我更正一下 她很少打電話跟我講 叫我更正 因為我只是在我的某個節目講 我就說苦鈴現在生活很簡單 她一個月就1萬多塊就能活了 後來… 其實是說她的花費不多 後來她被人家誤會 就很多人送 在路上吃東西 送東西給她 因為都認為說 她一塊錢 萬幾個可以花而已 所以她就叫我更正 然後我就更正了 妳就吃麵70塊 阿桑不跟我拿 有可能 阿桑不要這樣70塊錢 她說不要… 以免人說妳一塊1萬而已 我更可憐 但是富威我覺得 對 您來幹嘛 妳跟她唯一的共同點 就尺寸很接近而已 身高 其實我是有看到她的 這個很大的轉變 她那件事情之後呢 好像佛地魔 對 Wonder you know who 她有些部分她忘記了 忘記的部分有拿回來 不用再講那一件 面對才是解決的開始 是 對不對 什麼都不做是最恐怖的 妳還有事情比我多的嗎 我的人生裡面 我列出來了太多了 OK 不能這樣講 我們如果我今天嫁的是吳宗憲 就內裝婚姻嘛 對不對 可是人家是圈外人 這個事情我們過得去 不代表別人不會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要多一點體諒別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應該要把持的 這就是美人大便的地方 我以前可能在體諒這塊 就是非常的欠缺 但我是很溫暖的人 我們是因為露營還有美食 因為我們都很愛吃 平常工作碰到 對…然後我們就會聊到 她以前其實 剛剛提到王者的感覺對不對 所以她會很容易在 比如說她在錄影 她在弄頭髮好了 比如說她弄頭髮 然後人家問她說 我現在可不可以拍照 她會說 不行 還沒弄好耶 就會這樣子 然後這個結束 她太直接了 一件事就結束了 所以態度是以前 但是現在人家要說 美人姐 我可以拍照嗎 她現在說 我頭髮還沒弄好 還會咬嘴唇 裝可愛… 然後就要肚子這樣 很厲害 然後人家就馬上 這是她的改變 她馬上你可以看到 因為她以前如果用這個表情 沒有 所以真是這樣子了對不對 美人 她有改變在講話上面 很簡單嘛 對不對 你看 比如說 人家說做人的媳婦 媳婦 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就是說 沒有那個心 也要有那個嘴 沒有那個心也有那個心 做人的媳婦 妳就知道妳 差勞去婚就換我 不但是我 我去婚 差勞去婚 所以你看 妳可能就是因為心直而口快 對 言者無益 聽者有心 應該這樣講 就有些體會 以前我對這種話我是嗤之以鼻 但我現在對這種話我就會去想 它裡面有沒有什麼 我們可以用的一個道理 話不是這樣講嗎 所以呢 就妳做什麼角色 妳就把這角色演好 很多人講說 不 我要做真實的自己 可是妳知道真實的自己 有多難相處嗎 對 對 很多人連自己 都不喜歡真實的自己 是不是 如果我們大家都可以用真實 來跟人相處的話 這事情就會很多的衝撞 很多的隔閡 他會不會是因為他以前是教授 老師 所以會生活裡面會進入到說 我要教會你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 你問他什麼 他都會回你答案 對 他一直叫自己一定要給出一個答案 老師剛剛糾正你 他說你高估了 他只是補習班老師 補習班老師更好的 補習班老師最會說了 一定要會說對不對 最會說的就是補習班老師 學校老師只是3A小聯盟 補習班才是MBA 大聯盟 真的 那要見真章 一講話就要到了 你要在補習班裡面要混得下去 學生非得愛你 就是因為補習班 對 就是因為補習班很需要用混的 所以就會混出一種嘴臉出來 很犀利的嘴臉出來 你剛剛講說他那個有道理嗎 對不對 你就那個水餃皮 對啊 上次發生那個事件 最大的那個事件就是 在家裡一吵起來 那個事件其實是 我們在錄影錄到一半 他去回家處理這個事情 然後我們到那時候的概念 就是想說他不會回來 對 就去處理了 而且我們那時候還不知道回去 會發生那麼大的事情 其實發生那麼大的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新聞以後 因為是即時的嘛 對 所以我們就突然覺得說 他應該不會回來了 你知道嗎 他那一天就立刻回來 立刻回來 然後回來上台 就擦乾眼淚就繼續主持 我們那個節目是要歡樂的 對… 然後我那時候突然就想到一個畫面 就說人在這個時候 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他那時候給我看到的時候 工作對她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 家人她現在學習慢慢放下 送一句她的阿嬤 我的阿嬤 她的阿嬤是我的媽媽 對 你說會想不起來嗎 真的很快 她的阿嬤也是一位超級女強人 超級 強到不得了的一個女強人 她講了一句話 吃飯的時候爸爸不在 她跟我兩人對食 不是夫妻的對食 而是母子的對食 然後眼淚這樣流下來 一個女人 我也是什麼都沒有 碗筷放著 出去找我爸爸 阿嬤這麼戲劇話 當時我爸爸有一個馬子好正 你還稱讚人家正 我還看過那個照片 拿一個網球拍 一個少女這樣 然後穿那個短裙 短到已經看她就屁淡淡了這樣 無理睛 就這樣 沒有去維持是沒有辦法擁有的 所以你說的是 你會離婚嗎 你本身 有希望嗎 差不多了吧 順便說出來 沒有 我要講一下就說 其實如果我們要讓我們的婚姻 的關係更進步一點 我們大家以後不要去依賴這個框架 因為依賴 依賴框架是什麼 因為婚姻這個框架 因為婚姻一定要每個人在這裡面 夠獨立 夠舒服 在一起的人才會舒服 所以我剛剛看到她那個回來 就是擦乾眼淚主持那個工作的感覺 我立後就想要說 你看你在工作上 你都處理得非常好 可是在家庭上你就是什麼都不會 就是落差那麼大 不覺得她那件事情處理得不好 你不覺得處理得不好 因為有些事情 我們的角度像我老爸就是 我老爸跟我老媽 也剛好看到這個事情 他們就看 余美人那個人不錯 怎麼會贏贏贏得輸去 應該是 贏著贏著怎麼就輸了 應該是該贏的 結果畫面上出來你是輸了 對 我要跟你講 他為什麼輸 因為什麼東西前面沒有是非 愛的前面沒有是 對 愛的前面沒有 因為他太愛他媽媽 因為他媽媽為他付出真的太多了 他們兩個人相依為命 是… 然後還有他的小孩 他那麼不容易的把那兩個小孩 怎麼辛苦養大… 所以因為對他們的愛 使得他沒有辦法說 難道你認為余美人這種事情 處理不好嗎 不是 因為有這樣的愛擋住他 還有很多牽掛 使得他沒有辦法 是… 如他手錶 你為什麼今年才跟我講這個話 對 你看 你就知道我可以愛你多久 我突然告白啦 你們趁亂告白 我看誰就沒有做 好會… 就是like brother 情有可原 當時沒有辦法提醒你這些 因為他正為自己的事情也燒著 還在苦惱自己的事就對了 小天天發片夢 早餘美人打敲 吳東線跳出來主席公告 美人姐是一個很好 因為她錢好像滿多的 就可以投資 寫心出專輯 然後諧心找她機會就會很大 然後我跟納豆就出現了 那還可以知道我們是個團體 這個團體 未來一定就是發的 對…你簽我們兩個的照片 你絕對賺翻了有沒有 你很累就說聽我們唱 唱得好就發 有沒有 有 我們是不是下去唱了 有 打現得好不好 不好 金瑜 納豆跟甜甜 他們兩個舞台一個表演 然後余美人鬧失重 現在事情 我覺得你是有眼光 對不對 有些事就是要在對的時候說 才有那個效用 來… 前面… 對 前面好嚴重 嚴重 嚴重 我們來輕鬆一點的了 剛才又堵捨了一下 不好意思 對 而且因為我的輩分年紀 其實也沒有辦法參與到 這樣的事情 我要講的是 像美人姐這種比較犀利的女生 為什麼我的用詞是傻 就是因為她真的 我有聽到啦 對 因為她真的 因為她真的是傻傻 你知道嗎 看起來很輕鬆 是… 我舉剛才才發生的 熱騰騰的例子好不好 好… 我們進化妝間 大概一個多小時了 然後她就突然很大聲的問說 我們今天錄什麼 想問就來了 小明星大跟班 就像她可能會問你說 今天主持人是誰啊 就是她常常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然後掃一根筋 然後常常我們在錄影的過程中 她就好像發現新大陸說 這是什麼 在哪裡買的 現在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然後可是就看到她很可愛的影片 然後很傻這樣子 很直接 對 而且像前陣子 那個時候錄影的時候 要拍她照我多麻煩你知道嗎 怎麼樣 大家要幫她打一排那個蘋果燈 蘋果光燈 對 然後照她 然後她看完之後 要給她審核這個照片 這看起來腳不會太短嗎 這個比例是對的嗎 我這個臉不會太大嗎 那個造型師 這個衣服這樣穿著是對的嗎 這個顏色這樣配對嗎 可是小S穿起來 不是這樣子 小S穿起來 不是這樣子嗎 然後還跟我們講說那個乒乓 這個顧慮是多餘 就跟我常常在跟你講一樣 什麼顧慮 甜甜 妳的問題不是外貌 對啊 沒錯 不然呢 這個… 她也還問妳不然呢 我的問題還有什麼問題嗎 我其他已經顧得很好了 她敢說妳是個犀利的女人 妳有刮過人家車子嗎 她有 不是這樣嘛 我們今天也不聊了 不聊 不聊 她們不要聊 那一件事情 對啊 剛剛在後台 然後就跟我們講什麼 對 美人姐很可愛的地方 她常常就那個時候她在講 她先跟我講說美人姐說 天啊 妳真的瘦很多耶 妳有在吃東西嗎 然後我那時候說美人姐要誇獎我 我正在想說我要怎麼樣回禮 你知道我那天想要怎麼回禮這樣 我就有 我都有正常吃 她說 我正想走回禮的時候我就 沒有 她說她有控制飲食 然後瘦的 我說 我說我是 我說我都不用控制飲食也會瘦 然後她就 我照吃也會瘦 你就講這一句 這種心態我最明白 我們以前念書的時候 不但要拚成績 還要拚說我不用功 妳都還沒讀到幾點 怎麼讀我都在看漫畫 對… 但我覺得 可是我要講一件事是 我也沒有機會當面跟美人姐講 就是以前我剛出道的時候 就真的很新…幾乎沒有認識 我剛出道的時候 我上美人姐的節目 就妳那個挖來挖去的節目 對 然後那個時候剛好聊的是 新聞有一個主題就是講說 很多小朋友從小被家長遺棄的什麼 然後剛好只是我符合那個案例 然後就去聊聊這個故事 可是在當下的時候 美人姐其實也沒有跟我多聊天 然後我錄完影結束離開 他也沒有跟我多聊 後來過一陣子的時候 我遇到了徐傑輝哥 然後他就說美人姐 有特別跟他講過我這個人 他說他在我那一集錄影的時候 發現我這個小孩子 可以對我的成長的過程跟經歷 砍砍而談 是經歷過多大的一個 變故 就是要需要很大的勇氣 跟經歷過多大的一個創傷 才有辦法這樣子面對自己 過往的人生 然後徐傑輝哥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在警告妳說 不是 太敢人耶 不是啊 不是啊 這個敢人 徐傑輝哥有指這個意思嗎 他說他好話傳達給小甜也是 對 然後他說因為就是其實 就是我們的等級差這麼多 然後他卻特別跟他講了我 然後就是 就是等於說我根本就不是個咖 可是美人姐卻放在心上 然後還跟他說 然後我就覺得很感謝 然後回哥也是因為美人姐 才知道我這個人的 余美人做的不只是這樣 我其實本來我就覺得 對啊 他都捐一百萬讓他出來 余美人在上電視就是一個行業 然後主持做得很好這樣 可是我後來才知道 他對社會的影響有多大 因為我有次去演講 就跑來一個也是單親媽媽 自己帶一個小孩 他說 我以為他是我的粉絲 結果他說 坤大哥 你認識余美人嗎 我說認識 他說我求你 拜託你 你一定要幫我帶一句話給他 麻煩了 我說什麼話要帶給他 他說請你告訴他 我被家暴 然後離婚 然後辛苦養小孩 因為看到余美人的節目 他覺得說 台灣有多少的女性 是從余美人節目裡面得到力量 姐姐妹妹要站起來 來越過這個 對 來克服這個困境的 所以當然也很多人 因為余美人這一次的事情 也許有些失望 可是余美人現在的轉變 又帶給大家更多更好的力量 對 有更大的可能 對 但是今天我也有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我要當面跟美人節講說 要回一個公道 對 要回一個公道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 我看到美人節 她算是非常有勇氣 幫彩華姐出了一張唱片 因為大家沒有想到說 諧星… 非常有勇氣 轉型 然後很成功 然後它變成一個指標 然後大家就說 諧星發片可以成功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台灣兵器 最好不要扯到妳 一來… 一來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美人節是一個很好 因為她錢好像滿多的 就可以投資 諧星 出專輯 諧星找她機會就會很大 然後那時候我就找了納豆 兩個人講好說 我們來找美人節 我們就可以發片了 甜豆 對 甜豆 我們名字都想好了 就甜豆 然後我還跟納豆兩個人 約到了My Bagel 去聊了很久 說我們就自己想好企劃 給美人節 反正她就投錢就對了 連MV導演 我們還找了廖仁帥 我們還有廖仁帥 找出來談 因為我們想說 這樣整個架構完整 美人節一定覺得說 這個絕對可行的 我還叫納豆去打電話 對 給美人節 然後美人節那一天 剛好在一個夜店 在聽賽德克巴萊裡面的 一個原住民歌唱的那個 表演 我覺得天使地利人和 剛好那個時候她一定喝一點酒 微醺了 更好談事情 對 然後我跟納豆就出現了 然後美人節 竟然真的去耶 對 我跟納豆兩個人還去了 我們真的去了 好恐怖 對 然後我跟納豆就裝著就是 讓她一看就知道 我們是個團隊 是個團體 未來的店就是發貨發樂 對不對 妳簽我們兩個照片 妳絕對賺翻了有沒有 我們一進去 然後我們是不是先讓妳鬥得很開心 有… 我們是不是讓妳很快樂 I'm happy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還說 我們現場還就會說 我們除了這 妳太快了 我們除了可以唱歌 我們還可以自己接場子 然後妳就全包了 妳是不是說讓我們上台唱給妳聽 妳很認真說聽我們唱 唱得好就發有沒有 有 我們是不是下去唱了 有 表現得好不好 不好 兩個人一出力 然後唱完之後 在人群之中找不到余美人 為什麼 只現場掉了一隻鞋這樣 對 快步已經酸流口 因為那一次之後 美人節真的就再也沒有跟我們那個 她… 沒有 因為就覺得 你說可以聊的 可以聊嗎 就聊一聊 只是可以聊 不要認真啊 對 對 認真就輸了 下次遇到唱片公司的時候 她只有講一句話 妳才可以心動去期待 什麼 妳有說要約時間 沒有 都只是打招呼而已 是嗎 要說約時間 當時妳的角度是為什麼 妳覺得不OK 真的嗎 喂 有…納豆我是 趕跨年晚會上有聽過 對 我就是納豆耽誤了她 好不好 這樣你們好 OK的 然後人家每人後來的幾位都 我們跟她還在聊 就說我要叫她唱歌 我們的未來的計畫 是我叫她唱歌 然後她好好的表演 就她做自己就可以了 經濟這件事情 經常讓人覺得傷感 是 對不對 許常 非常對不對 許常的老師那個 講到她那更傷感的事情更多 沒有 就是 她要不是這樣傻乎乎的過 她過不下去 人家沒有傻乎乎法 對不對 重點是傻乎乎 你怎麼就接受了呢 上法院 沒有 我覺得說跟藝人相處 就是其實你永遠都是在 站在對立面跟他們相處 因為他站在 他跟你談的事情 一定希望說資源再大一點 對 計畫再更清楚一點 投資嘛 還有什麼 可怕的一件事說 成就是他的 失敗原因就是你 對 對 投資本來就是這樣 太悲傷了 太悲傷了 我覺得說 如果你真的追這條路有興趣 哪有上去一次就 失敗就算了 那基於 基於納豆跟甜甜 他們兩個舞台一個表演 然後余美人鬧失蹤 這件事情我覺得你是有眼光 沒有… 余美人再次打開信訪 吳宗憲卻有多特的見解 現在有多少人要追 沒有… 應該是說你的新房打開了嗎 為什麼他在外表可以看出來 他的心已經打開了 他更有自信了啦 因為他的腳趾頭露出來了 真的嗎 他以前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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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姐 為什麼呢 因為腳趾頭露出來了 對他來講等於是他的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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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來…潘老師 潘老師 我跟美人姐就真的是很絕了對不對 大家搞不太清楚對不對 其實我們也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十幾年前的工作的關係 然後再加上去 對於有人了解之後 已經發現說其實 她就是一個在節目上 讓你看起來是一個 非常強勢的一個女人 對 私底下她不是這個 是哪裡強勢啊 不就是這樣 強勢… 為什麼會給人家的感覺 也是強勢 很強… 對不對 因為以前的話錄影 對不起 我打斷了 她以前錄影的時候 那個鞋子可能就踩著後面 後跟踩著 就踩著 然後就走了 然後就啪…走到正中間 好了 點點 然後 來 錄影了 快點 之後然後人家幫她換了鞋子 她就踩上去 然後直接說 然後那個電話還會 那個美人姐 然後電話就 好啦…我知道… 好… 錄影 快點 好 就開始了 性格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我跟你講憲哥這就是像 剛剛你講的 這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對不對 她的態度讓人家覺得說 她就是一個其實很強勢一個 其實私底下 她並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畢竟 我們碰到私底下機會比較多 我們是從工作上這樣認識 應該是她小女人的時候 她還是小巨人 其實她是 所以我說雖然 雖然她對於她自己的外表 是在工作上她非常的刺激 那是真的 就像甜甜我們剛才講 對 你隨時叫她包包裡面打開 都一定會有兩個蘋果光的光線 好專業喔 她走哪都一定要對她打 走哪都要對她看 而且她對衣服上的搭配 就像她這本書一樣 我有一天跟我老婆在東區 看到一個女生 我老婆說 你看她看後面一個背影 那個女生好漂亮 東區粉人的老闆娘 也不是 不是 東卷 對不對 我老婆來了 那一天她說 她看到英美人姐 她說美人姐 那個是不是… 是不是英美人 我說對…那就是美人姐 她從後面看起來說 她超會搭的 她真的超會搭 對 結果她沒走出去 結果後來就燒起來 超會搭 對 就是她超會搭 她真的超會搭 一五級 然後搭的跟一七五一樣 對 而且她還不得講究 她的衣服其實你記得 對… 你要看她怎麼穿 你永遠都會看她在乎 那個腿的那個長度 而且她也會講說 所以妳說她自戀是有道理 對 OK啊 人自戀 因為自戀相對的另外一個詞 叫做自愛 她會自己愛自己 自愛的話 妳懂自愛的意思嘛 所以她也會 所以我們自愛我也很自戀 我們自戀的人 我們要經常照照鏡子 OK 然後反省一下 所以你說這個書裡面講說 我的改變練習曲 需要改變的肯定是內在 而不是外表 對啊 虎鈴大哥有沒有道理 虎鈴大哥一輩子 穿了這麼醜的衣服 因為我們不是以外貌群 感覺就這樣啊 我們就知道穿了什麼衣服 都是一樣結果 像在森林裡面才不會被發現 我們每次去化妝化完 都有人問妳 妳漂亮啦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以前給你們印象是這樣 對 以前啊 可是現在真的差好多 所以現在她在錄影 就算在廁所裡面 她就算一個人在裡面 然後看到鏡子 然後還會說 這些衣服顏色真的 硬吧 我穿就對了 然後還有超自戀 然後一直看著鏡子自己照… 然後很好耶 然後到了要穿裙子嘛 對 裙子以後 以前我也沒有注意這件事 原來她還會說 我這膝蓋這裡有一點黑黑的 這邊都要化妝 連膝蓋都要化妝的人 是 她已經變成這樣了 而且有一次我們錄影 然後很新很新的那種 小素人的女生 真的比較不會穿衣服 然後她當然一開始先質疑 她現在的審美觀 她覺得她已經到了一個 神的境界 她就會覺得妳怎麼穿這樣 然後這個時候可能我們會 第一個想說她怎麼了 我怎麼穿這樣 她就先跟她的造型師講說 把我那件什麼…的衣服拿出來 應該很適合她 她就要去換上 換上之後她就說 立馬變妝 你看 然後大家覺得好漂亮 然後美人姐就直接送給妳 然後那個妹妹就哭了 因為她覺得 她沒有辦法想像她 她白花她製妝費了 直接就把衣服送給她了 沒有 美人常常 在我們的節目裡面唱這樣 因為很多歌手 像妳這個鞋子很好看 她如果可以就可以給妳 那妳可不送婦婦 她沒有穿好衣服 妳只算不一樣 戴子不同 不過我覺得 妳的衣服我現在都可以穿了 因為我不怕 不是說要談以後嗎 對 妳跟要談 妳跟我的想法一下 現在有多少人要追 沒有… 應該是說妳的新房打開了嗎 改變了 妳新房打開 還是一樣只是跟妳的同窗好友 在那裡拉賽而已 沒有意義嘛 不一樣… 妳有沒有接受了外界對妳的追追 關心 有一點重演從她的外表可以看出來 她更有自信了 因為她的腳趾頭露出來了 真的嗎 告訴妳 她以前不露的嗎 她以前不露… 她以前不露的 為什麼 美人姐 她以前像妳那種高跟鞋 那個羅妹妹 羅妹妹講了多少次說 妳一定要穿露腳趾頭的 才是一個女人 露腳趾頭 美人姐 為什麼呢 為什麼以前不可露腳趾頭 對她來講 誰 齒骨在那邊 天啊 對… 所以她有十隻齒骨是不是 這有什麼關係 齒骨露出來耶 沒關係 誰會露齒骨啊 對 真的耶 沒有啦 她現在就是因為 她的身材非常非常的OK 所以她開始有自信 有自信的時候她還會跟我說 我跟你說 潘老師我今天一定要把這件褲子 你把這件褲子給穿上 你下禮拜一定要幫我想盡辦法 把我的屁股弄得翹一點 你怎麼那麼在乎外貌 她很在意這些啊 這個我們要勸一下已婚的女性 結婚之後很容易自暴自棄 對 因為你覺得反正就這個老公 反正我整天 夫之一住 而這一住就在這裡 對…反正就這樣了 我能…我再講究 再注意有什麼用 老公死也看不見啊 對不對 但是當你又成為一個 大家矚目的對象的時候 你會注意每一個地方 我是不是 我覺得這樣艾美是對的 這樣艾美就會讓更多人來愛她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 就還在婚姻當中的女性 你真的要有一點自覺 就是我們都承認 我們也都相信說 男人是視覺的動物對不對 一定是的 可是請問你結婚之後 你給你的男人什麼樣的視覺 對 女胃月己者容嗎 你給她再多的視覺是沒有用的 沒有… 我不騙你 因為我常在形容 女人就像海鮮一樣 C字 再好吃都抵不過新鮮 很帥耶 男人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啊 對不對 莫名其妙 那是因為我們現在有錢 也抵不過帥 等一下 潘若迪 她老婆跟小孩剛剛在旁邊 在現場是不是 快點把她帶走 那就是不新鮮的 對啊 今天有一個記者拿了一點東西 叫我送給你 什麼東西 我覺得我 我後來決定不送給你 可是有帶來嗎 這個可以送給我們嗎 那我知道… 他送給我的是大直有名的 汽車旅館的10張VIP券 她說妳去送給美人 她今後一定很希望 一定會用得到 然後我想說 我還是自己用 我也是 不是 結婚啦 真的… 未來…妳真的敞開胸懷了嗎 願意好好接受 可以有接受新個人了嗎 我叫困難是腿打不開 因為我髖關節有一點問題 你誤會了 可是有一首歌叫 最後的成賴是把腳張開不清 你們那個太All style 先打開就好 好 來 有了… 沒有… 憲哥 我跟你講 美人姐是真的很需要被疼愛的人 她真的其實滿渴望 哪一個女人不需要嘛 大家都需要被疼 對 她私底下在聊天的時候 她跟我們私底下聊天的時候 她都會很渴望 其實你不要被她那種 強勢的外表給騙 因為強勢的女生都越需要 對 她真的是很需要愛的人 其實你們可以試一試 如果你真的有那個膽量 你真的可以試一試 什麼試法 我要跟大家 有膽量 試一試 我真正要跟大家好好推薦這本書 我是剛剛從訪談妳交到我手裡 我看到這本書 妳真的改變 改變 為什麼 我以為妳會出一本書 怎麼樣面對人生的變化 怎麼樣 人生的道理或什麼 苦林大哥的每一本書我都拜讀 寫得非常好 但它這個改變是在哪裡 它真的是一本時尚的書 沒有…它不算… 不算時尚 因為我自己離時尚還很遠這樣子 沒有 妳不要客氣 這不是要時尚是什麼嗎 對啊 要搭配啊 教妳怎麼配色 而且真的很好看耶 有沒有 沒有看過這樣子的美人姐 她胸很漂亮耶 這個是我這本書裡面 最大的一個困難 遲度 遲度 對 因為當時是被設計了 拍了這張 所以我的表情非常的僵 放不開了耶 沒有辦法 所以也就是說那個改變是慢慢的 然後再跟自己的 對 需要練習 做回去啦 她已婚 你問她有沒有感覺 我跟女人是鬆耶 靈魂伴侶 不要拿她的肉體來吸引我 很多人是在婚姻裡面 非常嚮往單身的自由 所以你就覺得自己很卡 可是很多人其實是單身之後呢 卻還在認為說單身是一個 然後又很渴望有伴侶 你就是來回兩頭 浪費時間 所以如果你在有伴侶的時候 你應該好好的珍惜 然後好好的去調整自己 你也許不能改變對方 但是你改變成你比較喜歡的自己 對方是有感受到這個 一定有感覺的 這個能量的 OK 然後呢 同樣你在單身了 你好…對我來講 我好不容易單身 所以我非常享受單身的生活 但我完全沒有排斥任何的可能 因為不要給自己那麼多的框框 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也OK這樣 女人跟男人不一樣的地方 陽剛陰柔嘛 對 你要掌握住這一個方面好不好 希望這個我的改變練習曲 能夠這個 謝謝 好 再次謝謝余美麗小姐 也謝謝五位好朋友 謝謝 謝謝 謝謝